表演藝術课程 在中学的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提供了赏息 还有知识方面的传授 最重要的是让它能够体会在实作里面 能够让表演藝術课进到它自己的生活里头 戏剧教学或是舞蹈教学里面 课堂的一开始一定要做所谓的暖身活动 这个字的表情 假设你现在做的这件事叫做一 把它分析哦 我们要做一 二 三 四 一最小 四最大 最夸张 最夸张就是四 这样听懂的举手 OK 所以二不能太夸张对不对 但是要比刚刚那个医药的样子 稍微再大一点 好 加上你身体的动作 来 二 各位您的教育现场也许没有专用的表演艺术教室 也许没有单枪投影机 那其实只要给一个提示卡 甚至老师如果有黑板也可以用版书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口头的陈述 那用提示卡有个好处 因为学生可以不用听太多的解释 他就可以从字面上了解到 你写这个洗 那洗的感觉对他来讲是什么 好 刚刚我们有分一二三四 好 直接来哦 刺 你的思乃只有这样 你的躯干不会动 你的全身不会站动 你的肌肉呢 你的脚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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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那如果你给了他一个怒 那他对怒的诠释是什么 所以他可以透过对字的本身的了解 还有他自己文化的背景 他就可以马上呈现 这个都是他对他生活的一个体会的立即呈现 好 你一生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失去 比如说钱包 手机 早上才买的 那个电话都还没输进去 好不得电话还没输进去 已经中午吃饭的时候 放在桌子上帮你带走 等到回去找的时候 不见了 所以 有没有有可能还失去了什么 心爱的宠宠 心爱的家人 好 但是我是要请你哦 先做一 好 一 好 记住这是有 你已经做到这样的话 二 很好 身体的线条已经出来 谁说这个情绪里面是直的呢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会已经 身体的线条 注意一下 可以了 是别的形状 对不对 好 三 好 现在我给你一个挑战哦 等一下做四的时候 好 麻烦你想象你是在床上 阿世 表演艺术课程呢 在国小里面呢 发展了很多所谓 剧场游戏 这样的一个课程模式 可是孩子玩一玩 这些暖身的活动之后 并没有连结到他后面的 表演或是舞蹈的一个创作里面 当然 因为年纪的关系 小朋友也不需要知道 这么多比较学理 或是要去分析动作的元素 那到了中学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学生开始会问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尤其到了高中生 他希望能够朝着创作的方面 而不是玩游戏 简单的一个暖身的这个互动 所以呢 课程上面我就设计了一些 是有目的性的 比如说呢 他后面是为了要演墨具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些 有关墨具方面的 肢体的课程 好 各位 这支手套 我们练习墨具的时候用 然后把指头卷进去 这边一个球 好 想象它 想象它是这个状态 好 来 注意哦 它不是球 它是一个很烫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让 你的表情是烫的 然后传递到对方 对方也觉得它是烫的 好 去把它表演出来 好 准备 Action 那有关呢 这个课程前面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构思 还有设计哦 好 个人就有一点小小的分享 这是我个人的浅见 也是生活上的经验 那我们行走坐卧 都用这样的态度 比如说我喜欢看画展 喜欢看演出 各种形态的演出 很经典的 也有很前卫的 好 那也喜欢旅行 所以呢 我会去观察不同文化里面 对身体 对声音 对艺术 对画面 它的诠释的方式 最重要当然还有进修 那我自己本身是念设计系 还有设计研究所 那第二个学位呢 才开始呢 朝向表演艺术教学 这方面来进修 那有舞蹈的课程 有戏剧的课程 当然这些学理上的 这些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还有投入了很多时间 参与教师演习的课程 只要看到有工作方 有其他的戏剧老师 舞蹈老师 开发这样的课程 我就会去听 去学习 然后心里想 为什么他这样教 舞蹈创作 创造性舞蹈的第一个活动 那这个创造性舞蹈呢 它是利用你原来生活里面的经验 还有呢 你对你身体的了解 去发展出来的工作 所以你在做舞蹈创作的时候 完全跟你熟悉的 所谓的音乐录影带 MV里面的那些画面 或是呢 你熟悉的那些流行舞蹈 或是比如说 它有名称的 像芭蕾舞啊 踢踏舞啊 都没有关系 它舞蹈在身上 我们把它当成四个部分 来做处理 好来看我这里哦 你觉得头可以做什么 当我做了你就不能做 来看这里 我想到的是 看右边回来 看左边回来 手 哎 有同学有了对不对 好那我做一个 跟大家不一样的 好 那我做一个小招 好 一 二 三 四 可不可以 可以 老师那你向旁边 可以向前面 所以其实这个动作啊 我们分为的 它有方向性哦 好 它可以向两次的 可以向前后 所以可以 一 我想那个不断的问自己 为什么这件事 态度 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 好那我会要求自己问 为什么 它为什么这样处理这个画面 它为什么用这样的技巧 处理这个声音 它为什么用这样的技巧 去构成这个创作 那它为什么这样创作 那不断的问为什么 最后呢把它统整起来 用我自己熟悉的一个模式 然后发展出这样的教训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问青少年要什么 青少年要什么 我们给他什么 他的年纪前面已经有的养分 在衔接他后面 他成年之后要面对的环境 所以呢 我每一年都会开发新的单元 好 好 OK 好 这边我要先讲一下 我要讲的是表演的本质 来自我们的身体跟想法 在早期第一年第二年教授 是没有教室的 到了第三年是跟空手到校队 共用一间这个校队训练室 然后后期呢 我还曾经跑班 在这个只有客桌客椅 黑板的教室上表演艺术课 所以各位您所面对的 甚至没有屋顶的地方 我也在户外排过细音 所以口头的提示 没有黑板没有关系 口头提示 那距离远怎么办 各位老师带个字卡 我们就可以把这门课上得非常精彩 谢谢